大家好,欢迎来到1点1滴小厨房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道做法超级简单又健康的辣鸡翅 食材 鸡翅中 辣椒粉 八角 盐 白糖 香油 料酒 鸡翅焯水 去除一下杂质 水开以后可以把它捞出来 捞到冷水里 冲洗一下 把水控干净 锅内不需要倒油 直接把鸡翅放进去 加盐 白糖比较多一些 口味发甜 料酒也比较多 八角 八角粉 全部都进去 加热水 没过鸡翅就好 开大火 搅拌一下 全程都不需要盖锅盖 水开以后 调小火 保持微开的状态 中途可以把这个汤汁 往上面浇一浇 让它更入味 就记住了全程都不要盖盖子 然后我们最后呢 把这个汤汁全部都烤干 给鸡翅翻个面 让它入味的更均匀一些 然后这个辣度呢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呢 调节一下 现在汤汁就非常浓郁了 我们倒上一点香油 然后把这个汤汁 往身上浇一浇 好了 这时候我们可以装在盘子上 我们再收一下汤汁 把汤汁浇在鸡翅上 冷吃热吃都非常棒 而且做法很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加点赞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